欢迎收看百个大世纪 我是依颖 那个今天决定进一步放宽外国游客入境大马的申请签证条例 并同意从明年的1月2号开始推行电子签证措施 以鼓励更多外国游客来马旅游 受惠的7个国家包括中国、印度、缅甸、尼泊尔、斯里兰卡、美国及加拿大 根据新洲日报所引述的消息指出 内政部已经委托了一间叫Altra Kirana的私人有限公司办理游客签证的事宜 副属下阿莫扎西将在近期宣布更多详情 接着但您关注的是电子烟可提 吉兰丹州法院昨天处理了国内第一宗因为卖电子烟油而被提控的案件 一名27岁的乌易被告因为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 在商店内销售含有尼古丁的烟油而被当局起货518毫升的尼古丁 而在1952年毒药法令下被控 不过被告否认有罪以2000令吉保外候审 另外吉兰丹州政府今天也正式宣布 明年起周内将全面禁止商家销售电子烟 并预订商家在两周内将有关的商品下架 武统大会落幕几天后 前首相敦马今天在部落格上再度向纳吉开炮 他抨击纳吉在武统大会上的演讲 自称绅士不懦弱等等都只是为了捍卫自己 这让他感到失望 他表示代表们想知道的是 纳吉针对1MDB和26亿课题的解释 而大马经济萎缩和马币贬值等等课题也没有被讨论 他说整个大会只是在强调疏理主席 副主席和党员们应该要协助党主席 不过纳吉却将协助诠释为支持 并且把忠心诠释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 这就是纳吉所要的 顿马在文中也趁机调侃纳吉说 如果纳吉辞职 武统党员将会因此而欢呼 而他也将成为一名真正的绅士 陆路交通局执法组主任瓦鲁温透露 超重的裸理竟成为公路的巨大威胁 这幅因此被迫耗资超过10亿令吉来维修道路 无论如何因为有探子的特别关照 让这些违法及超载的裸理都逃过当局的执法 这些探子会驻守在陆路交通局办公室外 然后在执法人员展开行动时进行跟踪 再以对奖金对外公开情报 在国区一共有14名探子因此被捕 另外他也呼吁民众提供情报 一旦发现裸理超载就用手机拍下来 然后发送到以下的地址 南北大道今天早上发生了一起罕见的连环车祸 为什么说是罕见呢 因为招货的起因竟然是机脚 这起事故是今早6点半左右 发生在双溪大年的南北大道北上92.4公里处 一辆载着机脚的裸理相信是为了超车 而撞上了另一辆裸理 导致机脚洒满大道而造成了路滑 之后有的车辆因为打滑失控 有的则为了闪避机脚撞入大道旁的沟渠 结果最后造成11起车祸 其中有三人受伤送院治疗 最后也要跟您预告一下今晚的百个大家假 我们邀请了严炳寿和沈志勤 一起来探讨华人走入主流政治真的不可能吗 记得留守今天晚上10点的百个大家假 跟您的一位 下集完 再集完 这 misrs 下集完 还好 我们下集完 下集完 下集完 下集完